哈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们来教一教大家一些有用的股票投资的知识 那做过预告我们要聊的是 关于上市公司的存货管理效率 那我们都听过一个词 叫做货如轮转 我们华人做生意最讲究就是货如轮转的了 这个货如轮转其实在一个企业的财务数据 是怎么样反映出来的 透过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追踪得到 我们想投资的那个公司 他的货卖的好不好 因为如果货转的越快 其实我们一直讲货如轮转货如轮转 过年过节的时候遇到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你跟他讲除了恭喜发财对吗 讲多几句 吉利的话的话都会提到呢 希望你的生意货如轮转 对吧 做过生意的朋友就知道货如轮转 你的存货进来卖出去速度越快 这个速度越快就越可以叫做货如轮转 所以货如轮转的这个速度越高 代表公司其实是生意更加的好的 你要卖东西卖的快 你的货才转的坏 对吧 所以这个往往在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华人都能够将这个东西理解成为 做生意的一个好的讯号 对不对 一个好的signal 所以其实在我们选公司来投资的时候 其实上市公司也可以看得出 它的货转的快不快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找这个案例 找些案例来给大家看看 原来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呢 也有这种货物存货周转效率高跟低的 这个差别之分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教大家的重点了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做过这个 Receivable 对吗 就是应收账款的这个详细的讲解 讲了蛮多一下子的 然后后来呢 又做了一个案例的补充 就是因为有学员问我 这个伦敦食品的这个应收账款 一直向上升 存货也一直飙高 那另外一个公司叫做Retrox的 好像也有这种现象 当时他看到好像也有这种现象 那他就怕了 那我们就对比了一下 哦 原来那个应收账款也是有一个效率的指标的 看他收账的天数快不快 对吗 还钱给人家的那个天数都快不快 来看这个公司的周转 畅不畅顺 那凡是谈到应收账款 凡是谈到这个应付账款 receivable跟payable 我就知道聪明的各位 大家都是醒目者 一定会有同学问我 老师那么存货的管理又怎么样看啊 对吧 就一个公司的 一个公司的stocks或者叫做inventory 库存或者叫做存货 所以今天晚上我可能会一直用这几个词转来转去的 英文就是stocks and inventory 中文就是存货或者库存 大家投资新手们适应一下我的这个讲法 那这个存货 库存 它的效率又怎么样看呢 那我就特地去找了一些例子 来给大家做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 OK Wow Chris就已经有讲到了 Cost of Good Soul 除以这个Average Inventory So Inventory Turnover 对了非常非常的棒 So我们要给这个Chris同学一个like 既然formular已经有同学有提出来了 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example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聊聊这个东西 我帮大家选的example是这一个公司 OK 也是既然巧合了 刚好有去到这个公司的总部参观 那我就开了一个玩笑说 马来西亚IT界的IKEA So这个公司叫做VSTECS 以前它的名字叫做ECS 现在改了名字叫做VSTECS So我就去了它的仓库 因为有些朋友就问了 老师 为什么你说这个公司是马来西亚的 这个IT界的IKEA 难道这个公司也卖家具吗 对吧 So不是的 是因为如果你去过这个公司的warehouse 去过它的仓库的话 你看到的这个情景啊 我当时候看到并且拍下来的情景 是不是感觉好像我们去了IKEA了 对吧 OK 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这个公司它所懂的货全部都是电脑啊 手机啊 server啊 种种种种各式各样的ICT的产品啊 So这些产品的单价很高 它很小见 但是一部手机你看可能就是几千块的那一种 对吧 So在这个仓库里面啊 如果我们去看公司的最新财务报告里面啊 你会看到这个公司的年报里面所显示的 这个仓库里面的库存总额呢 是超过一百个million马币的 也就是说单单这个公司短货 就已经短了一亿多马币的这个货 在它的仓库里面了 那这个东西就很重要的哦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选了它来给大家讲解 这个库存的周转啊 效率嘛 对不对 那你总得需要找一个库存特别多的公司啊 那我就帮大家找了这个啊 刚刚我们去company visit过他们啊 那了解到哇要短那么多的货啊 So它的风险在哪里啊 以及为什么这个生意需要短那么多的货啊 它的货会不会卖不出啊 那它的货用多少天可以转回来 变回这个现金啊 就年本代曆转回来的那一种状态 那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example 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example 跟大家做这个分享了 当然啊 陈建老师今天晚上我们选这个公司来做这个 案例的讲解呢 并不是有任何的推荐买入的意思啊 大家需要自己判断啊 OK So因为只有这样子 陈建老师我才 敢跟大家做多一点的讲解 等一下每一个股票我一讲 大家就以为我在推荐的话 那以后我就干脆不敢 不敢举example出来的了 好吗 我们就先来看一组数据了 这个公司的存货有超过100个million的马币啊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很快的就能够理解这个公司的数据 也跟我们之前所做的讲解呢 是有关系的 这一份呢是ECS 我还是习惯习惯了叫他们的公司的旧的名字 ECS So ECS给我们的一个 analyst briefing的那个presentation slide 里面 他们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个数据 因为当时候跟我们做这个presentation的是公司的 那么他也在公司里面这个打拼了很多年 对公司的各个方面的了解都很深入因为未来接班人嘛 那他在讲解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也是特别特别的骄傲 OK 以及特别特别的强调 他们这一盘生意能够管理到这样子的数据呢 是不容易的啊 是多年以来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啊 为什么公司的这个下一任的接班人会这样子讲呢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 这个公司如果你看看他的股价的话呢 他的股价表现就不是那些交易性质的股票 就是buy sell buy sell的那种啊 每天进出都可以买卖的那种股票 他不是那种活跃成交类的股票来的 OK 我们看看啊 这个就是公司的股价总视图 你看公司在2010年上市过后呢 都上市要接近10年时间了啊 那前面的时间呢 是稳步上升的 那最近这两年呢 股价是有比较明显的调整下来 OK 但是整体来讲呢 这个公司上市过后的表现呢 是比很多的公司来的好的 那这个公司在很多年前呢 还没有改名字之前呢 马来西亚股谈的一位啊 大前辈就是冷眼先生冯时冷老师呢 也在南洋商报的专栏文章里面呢 有写过这个公司的介绍的 OK so 我们一些投资新手可能不了解他 那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他的生意啊 冷眼先生以前是写的 那我现在就用讲的吧 那这个公司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这个属于批发这种ICT产品啊 数码产品的一个叫做最大的批发商代理商 你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很多外国的数码产品进来马来西亚 第一个deal with的最强大的销售网络 就是这个ECS 在马来西亚我们这个国内 卖这种ICT产品的销售网络啊 distribution network 那他在全马呢 有超过5000个网点啊 就是跟他拿货的这些 比如KL的Lauyak那一边啊 就是在电脑城那一边 Digital Mall section 14这边的 他们拿的货可能已经隔了一手的了 就是说你在电脑城里面买货的时候呢 他们这些分销的这些店铺啊 可能就是跟ECS拿货的也不出奇 当然他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啊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他这个生意 强就强在他的分销网络 那因为你一个新的产品要进来 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现有的分销网络 将你的产品一层一层的散出去 这个是过去里面最有效的 当然电子商务对他们这种传统的 distribution network呢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呢电子商务里面 这就马来西亚比如Lazada啊 或者是Shopee啊 Elevenstreet上面销售总额最大的 每一年啊销售总额最大的 Top3一定会有ICT类的产品 就是还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方面类的电话啊 这些数码产品呢 简称数码产品 他们的销售是最多的 因为你的数码产品呢 是同样的品质的嘛 只要你是正货的话 你跟谁买都是一样的 so如果在不同的城市 就会跟不同的当地的这个 这个分销商买了 但是如果你order的话呢 你就其实可能不小心 就跟总代理那边买到了 那ECS他们现在也有牵涉到这个电子商务的分销网络 好像我们了解到的有一些大品牌的手机牌子啊 他们在Lazada上面他们会有这个Flagship Store的嘛 他们自己也会开一间旗舰店的 现在Lazada呢已经开始将他们搬过去 他们叫做Lazada Mall了 这个东西有点像阿里巴巴在中国大陆呢 它就会有分淘宝跟天猫商城 T Mall 淘宝是给个人的小型的买家卖家啊 在那边交易的 那么天猫商城呢 就是专门针对给一些啊 注册企业 而且是知名企业的啊 之前这个Otom也是啊 成功的利用这个天猫商城呢 打开了中国大陆的白咖啡的销路 那现在好像看到 因为Lazada已经under阿里巴巴了嘛 那阿里巴巴也将类似的方式呢 开始改造Lazada Lazada也会开始出现 普通的Lazada跟Lazada Mall Lazada Mall就会看到 Lazada Mall里面卖的都是正货 他们要求就是 希望将Lazada Mall里面卖的那些 货物的品质提高 对吗 那现在这些 一些手机的品牌商呢 也会在Lazada Lazada Mall上面 有自己的旗舰店 我们所知道的ECS 也有帮一些手机品牌呢 直接管理他们的这个旗舰店 也就是说 你看到你好像跟某一个手机品牌 下单买了手机 其实是ECS那边寄过来给你的 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说他们也没有 这个distribution network呢 也没有受到这个 说电子商务的冲击 然后直接将他们连根拔起 并没有出现这个事情 两三年前呢 投资者很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公司的股价呢 也有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将我们了解到的东西 给大家分享一下 啊